各位备考2018年度审计科目的学员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2018年度审计的基础班 这一讲开始 我为大家介绍的是教材的第四编 第十五章 注册会计师利用他人的工作 在这一章当中 我将从三个方面为大家展开介绍 那首先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本章节的考勤和学习方法 其次呢 为大家经讲本章节的考点和经典的习题 在讲解结束之后 我们做脉络的梳理和课后温固的计划 那首先我们先来说 考勤和方法 教材第十五章 叫做注册会计师利用他人的工作 所谓的他人 在教材中给大家介绍了两个层次 那第一个是有关于利用内部审计的工作 第二个部分是利用专家的工作 那这一章在考试当中 过去三到五年 平均每张卷子的考分大概是三分左右 主要的考核类型题目呢 是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 这一章节相对来说 在考试当中的分数不是特别高 但是呢实务性却比较强 而且这两年不仅在客观题当中会考察 而且呢 也在简答题和综合题当中略有设计 这一章节我想说的是 它非常的贴近实物 尤其是注册会计师利用他人的工作 有关于专家的部分 有关于内审的部分 可能和大家平时学的 纯审计理论的东西会有点不一样 那因此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特别需要设身处地的 能够融入到情景当中 那因此在讲解晦涩的条文的时候 我也会尝试通过实务中的一些案例 和考试当中的一些专业化的案例 帮助大家去关注这些知识 与其他章节之间的联系 所谓注册会计师利用他人的工作 其实比如说利用专家 在前面的很多章节我们都略有设计 比如说我们在讲存货监盘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说特殊类型的存货 当检查的方法 注册会计师并不擅长的时候 我们需要利用专家 比如说我们再给大家讲 有关于收入审计的时候 比如说完工百分比法 亦或者新收入准则下的 履约进度的方法 当注册会计师并没有办法 去确定完工进度的时候 可能也会利用到专家的工作 那当然还有一些金融资产的审计 再比如说投资性房地产的审计等等 那这些领域都是和实物紧密相关的 那包括在我们后面 即将给大家讲到的 比如说会计估计 比如说在后面要讲到的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 那都和这一章节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学习这一章 其实难度并没有很大 但是很多同学 每年在学这一章的时候 都会在迷失方向 主要的原因是为这一章节 虽然教材当中条文 并没有那么多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但是它的决策流程 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大家对这个决策流程理解清楚之后 建立好股价 然后在往期中 去填入那些细碎的知识点 这一章的学习难度 就会被大大的降低 这一章节 大家需要在我提示的基础上 对某些重要的考点 进行必要的实际 那当然我也会明确的告知大家 接下来我再来说 这一章节的考点和经典的西题 这一章教材当中 一共介绍两节的内容 首先第一节 是注册会计师利用内审的工作 第二节 是注册会计师利用专家的工作 那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说利用内审的工作 包含两个考点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 内部审计工作 它的工作性质到底是什么 注册会计师 为什么能够利用到内审工作 换言之 他们二者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在这里有一个地方 可能会考察到 大家单项选择题 考点指向比较明确 但是讲这个问题 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 内审工作的用途到底何在 那因此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 我们再来说 注册会计师如何去利用内部审计的工作 要做怎样的程序 要保持怎样的职业怀疑 那这个问题在考试当中 相对来说比较重要 可能会考察到大家一道多选题 接下来我先来谈第一个问题 有关于了解内审工作的决策流程 这个流程大家搞清楚之后 学习本章思路就会清晰很多 这个流程首先要求我们必须要知道 什么叫做内审 所谓了解内部审计 知道了内审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样的一个内控环节之后 我们接下来按照一个决策流程 第一步先去确定是否利用 那所谓的是或否就是用或不用 那如果不用的话 我们就此结束 如果用的话 我们再往后考虑一步 我们要利用内部审计工作的程度如何 换言之 内部审计的工作 对我们注册会计师即将要制行的工作来说 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那最后 内部审计员有一些工作 但是我们能够拿来就用吗 显然是不行的 注册会计师需要保持职业怀疑 执行我们自己独立的程序 那因此分三步走 用还是不用 多大程度影响我们 以及在用的时候如何评价 了解了这个层次之后 我们一个一个环节 给大家逐个来说 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谈关于内部审计 这样一个职责 什么叫做内部审计呢 其实在给大家讲解第七章的时候 我讲过一个概念 叫做内部控制的五要素 在五要素当中有一项叫做对控制的监督 我曾经给大家说 我说对控制的监督呢 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日常的监督 另外一个是定期的评价 而最为典型的 在被审计单位的定期评价 就是内部审计这样一个职责 我把它比作被审计单位内部的 啄木鸟青道夫 它指的是一种旅行检查评价 和监督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 恰当性和有效性的一个职责部门 所以它起到的是一个内部控制监督的作用 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了解了内审的定义之后 我们来看内部审计 建立这样一个职能 主要为了实现何种目标 这些目标呢 大家了解即可 并不需要您原文不落的去背下来 但是呢 了解这些目标 等一下有助于大家进一步去理解 注册会计师为何可以利用 为何要利用内审的工作 大家能够看得到内审的目标 那包括对内部控制的监督 对财务信息和经营信息的检查 对经营活动的评价 对遵守法律法规情况的评价 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 在这里面其实紧紧的围绕了 内部控制的若干目标 比如说财务报告 比如说经营活动 比如说遵守法律法规 而我们会发现 内部审计的这些目标 它其中或多或少的有些部分 和注册会计师 要去测试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出发点 或者说目标 是有些地方进行相互重叠和一致的 那因此为我们注册会计师利用他的工作 提供了一种便利性 一种基础 了解了这点之后 我们再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联系 内部审计部门和注册会计师 实现各自目标 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 比如说内部审计部门 刚才说过 它要评价 它要监督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而注册会计师进行内部控制审计 或者说进行内部控制测试的时候 也需要对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情况 以及执行的有效性 做出测试和评价的结论 那因此你会发现 有些地方是相似的 那其实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使用的一些方法也是不谋而合的 比如说询问 比如说检查等等 那因此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和基础 我们通过了解和评估内审的工作 如果我们发现说内部审计 它是可以信赖的 那他们做过的东西 我们注册会计师避免反攻 我们没有必要说原封不动的再做一遍 只要他可以信赖 我们用一用他的工作 那何乐而不为 可以提高我们审计工作的效率 所以这是利用内部审计工作的理论基础 了解了这几点之后 我们要明确的是 注册会计师你虽然可以用 但是你的责任必须要划分清楚 这里是单项选择题的高评考点 大家需要重点掌握 我们说注册会计师在责任方面 体现在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 我们要独立的进行职业判断 所谓的职业判断 我们列举出一些重大的领域 这些重大的领域 我们注册会计师不能依赖他人 要自己做决定 第二个方面 我们在发表审计意见的时候 是独立承担责任的 并不会因为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 而减轻注快的责任 这两个方面大家要把握好 其中第二点 有关于独立发表意见 在很多地方都会涉及到 比如说在前面我给大家讲 注册会计师在和治理层沟通的时候 我们要清楚地表明 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工作 那这种独立承担责任 其实不光是在讲内部审计 我们往后面讲到了专家 再往后面讲到第16章 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都是一样的原则 注册会计师要一肩扛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重点说的是 这个独立进行重大的职业判断 那我们需要理解的就是 何为所有的重大事项 这些重大事项 大家能够看得到 那主要是紧紧围绕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而展开的 比如说对重大挫暴风险的评估 重大挫暴风险到底是何种水平 那是我们风险导向审计的核心环节 这个不能委任于他人 再比如说重要性水平的确定 这个问题自然是审计中 非常重要的一项工具 一项标尺一项标杆 那注册会计师不能够交由 被审计单位的人员来制定 那否则会损害审计程序的有效性 再比如说样本规模的确定 我们已经学习了审计抽样 你就明确给大家提供了很多 样本规模确定的方法 这个问题注册会计师要自己得出结论 再比如说注册会计师 对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评估等 会计政策的运用 会计估计的判断 那本身也是注册会计师 在审计过程当中 有关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的重要环节 这个不能为之以他人 好 这四项大家要把握好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2014年的 一道多项选择题帮大家来巩固 说下列各项审计工作中 注册会计师不能利用内部审计工作的有 A选项评估重大重爆风险 这个问题我们说过 风险导向审计的核心环节 不能交由被审计单位的内神来执行 B选项确定重要性水平 那自然也是注册会计师要亲理亲为的 C选项 确定控制测试的样本规模 有关于样本规模 我们要利用审计抽样的方法和理论 确定下来之后 可能其中有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去依赖内审的工作 但是你要注意 样本规模 我们到底去抽多少 测多少 我们自己说了算 第四点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也是核心的领域 所以这道题目 答应该选择的是 A B C D 我们讲完了第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了 为什么我们能够利用内审的工作 它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 那接下来 如果想要用 能够拿来就用吗 内审的工作一定能够为我所用吗 其实是并不一定的 我们要执行一系列的评价 评估相关的程序 在这里 我首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脉络图 说如果注册会计师 要去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 我们需要 由浅入深 依次展开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方面 我们要去考虑是否足以实现审计目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能用还是不能用 如果内部审计根本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实现审计目的 那我们要独立的做工作 没有必要在内审的工作上浪费时间 所以这是第一点 好 如果能够帮助我们去实现审计目的 那内审人员 他在日常工作当中 对被审计单位的部分内控肯定做出了一些测试监督和评价 那他做的工作 对我们要开展的审计程序 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比如说有些领域他是充分测了的 我们注册会计师能够跟他分享 有些领域他可能根本没有测 但是我们注册会计师而言也是重要的领域 那我们自然也要多做程序 所以他的工作对我的工作将会产生影响 我要明确他的对我的影响程度几何 所以在这 要判断影响多深 判断完了之后 如果我决定内部审计人员的某些特定工作 能够为我所用 那接下来我要去评价他的工作 那第三步 是开展特定的评价 好 有了这三步之后 我们逐个给大家展开 首先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层次 评价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 是否足以实现审计目的 在这里需要评价的是四项因素 这四项因素在开始给大家讲解之前 首先我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里是历年真题 初题最高频率的考区 它是多选题的特别高频的考点 我需要大家把这四项内容 首先要原文记下来 如何去理解呢 我们逐项来看 首先第一项 说内部审计的客观性 一个能够保持客观的内审 和一个完全依附于管理层的内审 他做出来的工作 得出来的结论它的偏向性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是客观的 注册会计师才有利用的基础 如果内部审计人员为管理层 为命适从 根本没有任何的客观性可言 那我们注册会计师 无法利用他的工作来实现我们的审计目的 这个很好理解 第二点 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深入能力 他光有一身正气 一身骨气 但是却没有知识经验和技能 那么显然也没有办法为我所用 第三点 内部审计人员在执行工作时 是否能够保持应有的职业关注 这一点其实和上面两点之间要做一个区分 等一下如何区分 我给大家再以充分的提示 第四点 他有了关注 有了事能力 有了客观性 就一定能够为我所用吗 一定能帮我实现审计目的呢 那未必 比如说他是个极其内向的人 一句话都不跟你说 那显然你们之间没有办法进行沟通交流 所以我们还要要求内部审计人员和注册会议师之间 要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 因为本质上这样的利用工作 这样的交流 它不是单向的 是双向的 好 这四项 我先大面子上给大家说了说 然后大家所需要做的事 把它们四个记下来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 请大家就这四项而言 接下来跟着我认真去听 每一项究竟适合含义 因为在考试当中 可能会让大家做出精准的辩析 告诉您若干项目 请您正确的对号入座 到底在谈的是客观性 谈的是专业生能力 谈的是沟通 还是谈的职业关注 有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匆匆的一读也就过去了 可能自己随便看两眼 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难度 但上了考场之后 你却发现说 有些题目觉得模棱两可 为什么 因为可能你在平时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认真思考过 到底什么叫专业生能力 仿佛自己是懂了 但是我说 你以为你以为的 就是你以为的吗 未必的 到底专业生能力和应有的职业关注 有什么区别 这些内容是出题人 有可能给您挖坑的地方 有可能给您设置壁垒的地方 所以这种东西 必须要具备针对性的学习 好 明确了考试的方向之后 我们逐个来说 第一个内容 有关于内部审计的客观性 在这里本身 也是一个多选题的高评好点 什么叫客观 它代表的是一种立场 比如说它是中立的 它是不偏不倚的 那这种情况下 它可能会更加客观 但是大家需要理解的是 内部审计 毕竟是从被审计单位领工资的 既然是领工资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的客观性 肯定没有办法像注册快失一样 百分之百的保持 那一个比较具有客观性的 相对具有客观性的内部审计 才可能是我们利用的基础 所以在这你要明确 它谈的不是绝对的客观 而是谈的我们注册快失 可以接受的一种水平 好 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客观性呢 在教材和准则当中 给大家列举了若干个考虑因素 在这里大家能够看得到 我给您一共列了六条 这六条我要求大家 是未必一字不落地背下来 但是关键词必须抓准 然后必须要理解 考试出来的时候 如果问您说 这六项随便给你挑出几项 说哪些影响客观性呢 你要能够做出判断 必须知道考核的类型的题目 是这样一种类型 逐项来说 内部审计在被审计单位中的地位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内部审计 它能够直接接触治理层 它的地位相对来说比较独立 而不是依附于任何管理职责的人员 它比较具有话语权 说话的时候腰板挺的比较直 那它就能够尽量的保持客观 反之客观性则得不到保障 这谈的是在组织结构中的地位 那当然任何单位都是这样的 一个比较有组织结构地位的相关部门 说话一定是更有底气的 第二个 内部审计是否向治理层 或者具备适当权限的 高级管理人员报告工作 以及内部审计员 是否能够直接接触治理层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它能够及时地向治理层 向上层汇报工作 如果说内部审计人员 他一年根本都见不到一次治理层 他发现一些问题 也没有办法向上进行传递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客观性很难得到保障 他根本是在一种被压制的状态 第三项 说内部审计人员是否不承担 任何相互冲突的职责 这条必须结合案例来理解 不然大家读八百遍可能都不懂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内部审计人员到底是一批独立 自主独立履行工作 独立履行监督职责的人员 还是从各个部门抽取的兼职任职的人员 比如说内部审计人员 它是独立的一批人员 独立行使职责 而反之说内部审计人员 是来自于市场部销售部和财务部 某些人员抽调组成的 他们是兼任的 那你可想而知 在后者兼任的情况下 他需要评价经营和财务信息 但是本身却是经营和财务部门的相关人员 这叫做承担了相互冲突的职责 他既当了选丑又当了裁判 那很难保持客观性 第四项 治理层是否监督与内部审计相关的人事决策 怎么选拔 怎么用人和刚才的内容不谋而合 第五项 管理层或者治理层 是否对内部审计施加任何的约束或者限制 没有约束 没有限制 畅所欲言 然后任意情况下都能够去发现问题 都能够去提出问题 都能够监督去纠正解决问题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内部审计就比较具有客观性 反之的话可能是形同虚设的 最后一点 说管理层是否会根据内部审计的建议来采取行动 换言之 你说的话有没有人听 说你说的话根本就是耳旁风 你说完了也没有人采取行动 还是说你说的话特别受到重视 提出意见之后立即得到整改 那立即得到改善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自然保持客观性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以上几点你必须要搞清楚 它影响的是客观性 再回到触则快捷的角度 一个客观的相对客观的内部审计 才是我们能够去实现审计目的 能够利用它工作的一个基础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第二点 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 所谓专业胜任能力 本质上是内审人员发挥作用的根本 那在实物工作当中 何谓专业胜任能力呢 那主要指的是 它具备的知识 技能和经验 那什么样的途径 能够去提高专业胜任能力呢 一般来说 应该是开展培训 所以考试当中告诉您说 说被审计单位 对内部审计人员开展培训 影响的到底是客观性 专业胜任能力 应有的职业关注 还是有效的沟通的 你要能够对应到专业胜任能力 这样的一个领域内 好 这是第二项 接下来再来说第三项 内部审计人员执行工作时 是否能够保持应有的职业关注 好 这个词非常难以理解 而且很多同学 将其和撰设能力 并不能够进行民好的区分 我来说一下 什么叫应有的职业关注 所谓关注 指的是一种工作当中的态度 你的关注度到底是高一些 还是说你相对而言 更加懈怠一些 那举个特别常见的例子 大家在上中学的时候 可能你会发现说 班级有的时候是鸦雀无声的 有的时候是人声鼎沸的 如果说班级特别吵 大家吵吵闹闹 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学习的时候 这个时候班主任呢 在后门那边 点体脚尖往里面看了一眼 你看到了一双诡异的眼睛 然后闪烁着诡异的光 这个时候发现班级瞬间就安静下来 换言之 当有人监督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对于某些事项的关注度 就会自然而然的变高 再比如说 当你身边有人监督你的时候 那你可能学习的时候 就会按照计划 然后按部就班的学习 反之一个人想做到慎毒 真的就很难 什么叫慎毒 就是即便没有人管你的时候 你也能够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 能够保持充分的关注程度 那这个叫做应有的职业关注 如果用成大白话来说 你每天呢 到底是中日TT 什么意思呢 每天都对自己高要求 还是说 实际上没有人管你的时候 你根本找不到方法的时候 你就像放羊一样 特别懈怠的在工作 好 理解了这个含义之后呢 你再来看影响它的因素是什么 我们会认为说 如果有计划 有监督 有指导 有复合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关注度就会变高 同理 当你的工作不是一盘散沙 而是有适当的审计手册 或者类似的文件工作的方案 能够给你提供指引的时候 你的工作更有方向 更不是漫而无目的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关注度可能就会更高 那因此两项内容 一项监督指导复合 另外一项 我们强调 有手册 有方法 使得你的工作 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工作 所以这两个 大家必须要站在理解的基础上 把它把握好 考试的时候 可能会让您去选 这个到底是和哪一项因素 密切相关的 所谓有效沟通 总结下来 大概就两个词 一个叫做友好的会谈 另外一个叫做互帮互助 友好会谈 那是双方在合适的时间 举行会谈 举行会议 来讨论问题 而互帮互助 是内审 把他所发现的所有重大事项 告知注册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也把自己认为 影响内审工作的事项 告知内审 所以双方之间互通有无 这个强调的是 有效的沟通 接下来我们要通过 一系列的题目 在这儿帮助大家去巩固 考试在这里面 出的若干题目 大家要明确 考试的这样一个方向 有地方时 您看考试的题目类型 说在确定 是否可以利用 内审工作的时候 这是确定的阶段 你首先准确的定位 他考虑的是第一个问题 能用不能用 能不能帮助我们 去实现审计目的 那注册会计师 应当考虑的因素 一共包括四项 第一项 内部审计人员 与注册会计师 沟通的充分性 我们说过 有效的沟通 是这四项因素之一 有效的工作 是注册会计师 得以利用 内部审计人员的 一个前提 如果说 被审单位的 内部审计人员 你在对他进行 沟通交流的时候 他三肩几口 然后沉默不言 那这个时候 你是不可能 能够去利用他工作 实现审计目的的 所以A选项 是应当考虑的 B选项 内部审计人员的 组织地位 组织地位 我们首先要想 如果你听懂了课 认真去听了 你就知道 它影响的是客观性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注意 薪酬水平 这个并非是我们准则 要求你去进行 考虑的因素 换言之 如果你从常理的意义上来想 审计准则让你去 关注内部审计的薪酬水平 本身一不专业 二本身在工作当中 这是人家的个人隐私 和工作机密 你去问人家 每个月赚多少钱 不专业且不礼貌 那所以B选项 不是任何的考虑因素 C 说内部审计人员 在执行工作时的职业关注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强调过 监督指导复合 和工作方法论 能够使得内审 保持较高的职业关注度 B选项 内部审计人员 在评估重大挫暴风险 和确定重要性水平方面 具备的专业胜任能力 我们说过 专业胜任能力 是需要考虑的 但是这个专业胜任能力 指的是 他能不能有经验 知识技能 去执行自己的 内部审计职责 而并非去帮注册会计师 搭把手 因为他是内审的职责 他是被审计单位的一环 他并非是项目组成员 那因此评估风险 确定重要性水平 这些是注册会计师 要自己拿主意的 要做出职业判断的 一些重大事项 那他不属于 内部审计人员 需要考虑的范畴 所以这道题目 答应该选择的是A和C 这道题目而言呢 其实考试当中挖的坑 还是蛮深的 有些地方需要大家 去关注细节 我们再来看 2014年的单选 说下列各项中 注册会计师在评价 内部审计客观性时 需要考虑的是A 内部审计的活动 是否经过适当的 监督和复合 大家注意了 人家现在问的是客观性 换言之是四分之一 而监督和复合 它影响的是 应有的职业关注 有人监督 他的关注度 可能会更高 如果没有人关注 那么他有可能 在工作时 就是放羊的状态 所以A选项 并不能选 B 被审计单位 是否存在 有关内审人员的 任用和培训政策 好 一谈培训 它提升的是 专业胜任能力 而非客观性 C选项 内部审计 是否具有 与其履行职责 相应的组织地位 好 一谈到组织地位 组织地位 得以保障 才是内部审计员 能够保持客观性的 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C选项是正确的 D选项 被审计单位 是否存在 适当的审计手册 好 有审计手册 代表了 他的工作 不是漫无目的的 他有应有的职业关注 所以答案 应该选择的是 C选项 这道题目呢 你说我就一字不落地背下来 我觉得没问题 你背了你就选 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 您不可能做到 说一字不落地背这些内容 因为这里呢 可能考 类似于多选 单选的概率 可能比考大提的概率 会更高 所以一点 你是记住关键词 记住那些特别核心的要点 第二点呢 准确理解 每一项到底说的 都是在说什么 所以这道题目呢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经典的 大家要认真把握好 那选项A 属于应有的职业关注 选项B属于胜任能力 选项C 同样属于应有的职业关注 再来看2015年的单选 说下列各项中 注册会计师 评价内部审计相关的客观性时 通常不需要考虑 A 被审计单位是否存在 有关于内部审计培训的政策 培训提高的是 专业胜任能力 那因此A选项不能选 B 治理层是否监督 与内部审计相关的人事决策 好 B选项 是否能够监督人事决策 它影响的是客观性 换言之 内审工作谁来做 这些人员是否有承担 相互冲突的职责 直接关注了 他能不能够不偏不倚的 发表逆检执行工作 所以B选项是正确的 C 管理层是否根据内部审计的建议 采取行动 也就是说管理层是不是听你的 你这样的一个部门 是不是形同虚设的 那如果说你是形同虚设的 哪有客观性可言 所以C选项是属于影响客观性的因素 B选项 内审是否不承担任何相互冲突的职责 我们说过 你不要既当选手又当裁判 相互冲突 否则的话 没有客观性可言 所以D选项也需要考虑 这道题目不需要考虑的应该是A 接下来我们讲完了是否利用的问题之后 我们来到第二层 我们要去考虑 如果说他能够帮助我去实现审计目的 那接下来他做了哪些工作 他的工作 对于我的工作 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里稍微给大家举个小小的例子 比如说 都是销售与收款循环 内部审计员也要去测 说财务人员是否在相关的凭证 以应聚全时才确认了收入 而没有说提前确认 而没有确认虚假的收入 这是内审的职责 因此他要去测 财务人员有关于收入确认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那你会发现 这个工作你内部测了 我注册快试来了之后 我也需要测试 那进而我要想想 他做的这个工作 和我即将要去执行的 对销售和收款循环相关测试的评价相比 他对我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他做了多少 他什么时候做的 他用了什么样的程序做的 他做的这些 我到底能够利用多少 那这是我们在这个环节需要考虑的问题 是他对我的影响 考虑什么因素呢 一共有三项 第一项 说内部审计人员已经执行和拟执行的 所谓已执行是他已经做过的 所谓你执行是打算将要做的 或者计划要做的 他的这些特定工作的性质 所谓性质 你做了什么范围 你测了多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针对特定类别的交易 账户预文和披露 它指的是认定 评估的认定层次的重大作报风险 比如说风险比较高的时候 那通常情况下 我们注册快试做的工作 要更加细致一些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要想想内审你做了多少 在我严格要求的情况下 你的工作我到底能够利用多少 我们要讨论一下 你的工作对我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三项 在评价支持相关认定的审计证据时 内部审计人员的主观程度 如果说他非常主观 并没有保持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 那么你对我的影响可能是相对比较有限的 我可能更多的需要亲力亲为 换言之 如果说你的主观性并没有那么强 没有戴着有色眼镜 能够做到不偏不倚的进行调查 发表结论 而且采取措施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工作价值更高 可能对我的影响 我在你的工作上 我要进行单独在额外测试的范围 可能就会被减少 那因此若干的因素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这么多 这三项也有可能会考多选题 大家需要记忆 那此外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如果说你考虑完了说 我能够实现神经的目的 而且他对我的影响 你也已经评估清楚了 那接下来我要想想 他做的这些事 我能够进行利用吗 如果要利用 我能不能拿来救用 比如说内部审计员 他也测试了销售与收款循环 他也做了一些检查程序 他也去查了一些相关的原始单据 那这些单据 他检查过之后 我能够直接拿来 就录入我的审计工作抵杠吗 那你知道 注册怪师要保持职业怀疑 他做的工作 我要想利用 我要进行适当的评价 所以在这儿 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特定工作 我们进入到第三步 我们首先要去考虑一些因素 如果你想利用 你应该去评价 内部审计的特定工作 而且这种评价 要通过实施审计证程序 来进行评价 好考虑什么因素呢 请大家来看 在这里我给大家 一共列举了五项因素 首先 内部审计人员 他的工作 是否由经过充分培训 企业精通业务的人员执行 他强调的是人员 在这里呢 你需要进行辩析 我们前面说 内审确实具有客观性 整体上确实具有专业事能力 他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而且呢 他有应有的职业关注 有方法 有手册 有监督 其次呢 他能够与我进行有效的沟通 但是内审 他毕竟是由一个一个的自然人所组成的 那其中 比如说有些人员 他所做的工作 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内 他的事能力到底如何 他是否具有充分的技术 打个比方 比如说整个内审 他还是井然有序的 还是一个能够胜任的部门 但是其中呢 毕竟可能有些实习生 那如果在有实习生的情况下 在实习生做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特定工作 我在利用的时候 我就要进行充分考虑了 这个领域 可能是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人员执行的 那注册会计师在评价时要格外谨慎 那相反 比如说有些领域 是非常资深的内审的经理 甚至总监 他来独立执行的 那相比于可能胜任能力 或者说相比于技术 相对比较薄弱的人员来说 那前者可能更为注册会计师所信赖 所以你在评价的时候 要去考虑 谁执行的这项工作 他强调的是具体工作的人员 第二项 内部审计人员 他的工作是否得到监督复合和记录 那同样 有监督 有复合 有记录的 我们说过 应有的职业关注可能会更高一些 那么如果一些特定的工作 有人看过 有人检查过 有人复合过 那注册会计师再去利用的时候 心里更有谱 相反 如果有些工作 压根就没有人看过 那随便做完了之后 就放为自己的内部审计的 相关的工作记录了 注册会计师能够拿来就用 放入工作底稿吗 你显然可能不太敢 你放了之后 你也不能寝 第三项 内部审计人员是否已经获取了 充分适当的证据 第四项 是否得出了适当的结论 第五项 相关的例外或者异常事项 是否得到恰当的解决 这三项 其实在谈的都是内部审计工作的流程 以及相关的工作结果 也就是说 你有证据吗 你得出结论了吗 你如果有例外事项 有人理你吗 你恰当解决了吗 如果说这些情况 都是井井有条 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完成的 那这个特定工作 我可能觉得更加值得信赖 如果说你根本证据都没拿足 结论是乱写的 发现问题之后没有人理你 那这样的工作 注册会计师敢把它录入工作底稿 你敢去利用吗 显然不敢 所以说这考虑五项因素 他强调的是针对特定工作 考虑的因素 我们来看一道2010年的多选 说在评价内部审计工作时 注册会计师通常 需要考虑的因素有 A 内部审计工作是否经由 充分技术培训 且精通任务的人员进行担任 那这个需要考虑 B 是否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C 得出的结论是否适当 D 发现的意外或者立场 是否得到了适当的解决 那所以这道题目 这四个选项 都是应当进行选择的 它分别都会影响了 我们对内审工作的评价 说完了这一点之后 我们既然要考虑这些因素 那我们到底要如何评价呢 注册会计师 要去实施程序 我们要去实施什么程序 比如说 我们一共要对某项内部控制测试50个样本 这是我们注册会计师独立确定的样本规模 那经过我们的评估 我们认为说 内部审计的工作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审计目的 它在整体上宏观上 它是能够被接受的 第二步 我们要去评估 它的工作对我的预期影响 比如说 在这个领域内也是销售与收款循环 它也曾经做过非常事无巨细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它的工作 部分能够被我们所利用 我们没有必要说 再把所有它做的东西都再做一遍 以提高审计效率 那因此第二步 这是考虑它对我的影响 第三步 我确实看得到 我要测试的这个相关内部控制 就是有关于收入确认试的后 验收有没有完成 进而有没有按照验收单去确认收入 这样一个10点的把握 我看内审呢 确实也对验收单进行了测试 那接下来50个样本当中 可能我要去决定 我要就其中的一个部分 去利用内审的相关工作 比如说内审在这 它也能够提供其中的40个样本 这是它测试过的 而且精通业务的人员执行的 而且有证据 有结论 而且例外事项得到了解决 所以想要利用它的这个 那我们注册会计师 要对它的工作 进行一些程序 换言之 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不能拿来救用 拿来主义使不得 那接下来做什么程序呢 我先来说 做的程序有三项 第一个 它检查过的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那当然不可能说每一笔都查 那可能它查过的 我们简单的抽查一下 它没查过的 我们去看一看 此外 我们可以去观察它的工作 比如说它是如何进行的 是认真真仔细核对的 还是走了一个流程 走马光花的 那接下来我要说 这三项程序 有的时候咱多检查一点 有的时候咱少检查一点 有的时候咱多观察一点 有的时候咱少观察一点 什么取决于了我们的这个工作 到底是更细一些呢 还是相对来说更宽松一些呢 它受三项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 重大聪明风险评估的结果 评估结果越高 那相对而言 我们检查的观察的就越多 第二项 对内部审计的评估 我们前面说过 如果被审单位的内审 它是更加值得信赖的 它的客观性 专业事能力等各项因素 有更高的水平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检查特定工作的时候 可能可以稍微放宽松一些 反之我要多检查一些 再比如说 对内部审计特定工作的评价 比如前面给大家评价过若干的事项 如果说评价的结果比较好 那我们在后续 独立再去检查的时候 少检查一点 反之咱还要多检查一些 所以在这儿 也会影响 我们对它工作评价程序的松或者紧 所以在这里 逻辑思路应该是非常清晰的 等一下我带大家再来做梳理 我们来看一道2014年的综合题 说A注责会计师负责审计 甲集团有限公司 2013年度的财务报表 A注责会计师制定了 甲集团公司的总体审计策略 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甲集团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于2013年测试了 集团层面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A注责会计师 你信赖集团层面控制 在这里就告诉你说 前提是 对于集团层面的控制 A注贯你信赖 所谓你信赖 那我们竟然要去对相关的控制进行测试 这首题目告诉你说 甲公司的内审 2013年已经测试过了 那进而有了一个基础 他测过的东西 我能不能拿来用一用呢 我需要对其进行评价 首先第一个 能不能为我所用 如果用了的话 对我的影响是什么 再者他特定的工作 我要执行程序 予以评价 那如何评价呢 我们给了大家若干的程序 那比如说检查呀 比如说观察等等 在题目中告诉你说 说通过与内部审计人员讨论和阅读内审报告 评价了内部审计人员测试的工作 你利用其测试结果 并认为该工作足以实现审计目的 我们得出这样结论的过程是什么 是你通过讨论和阅读 而我们说过讨论 那只是商量商量 阅读只是你看一看 但是他做的怎么样 我们要执行我们独立的检查工作 比如说他检查过的 我们查一查 他没查过的 我们查一查 必要的时候 我们要去观察他的工作 所以在这里 你没有执行程序 就得出了信赖其工作 利用其工作的相关结论 那显然是不适当的 所以这道题目 我们要说是否恰当 否 原因 说A注册会计师没有 或者你说还应当实施审计程序 以确定 该内部审计工作 是否足以实现审计目的 那这个程序 在深刻的时候 我给大家列举过 一共有三项 我们再来看一道 2010年的多项选择题 在确定内部审计工作 实施的审计程序时 那这个程序 我们说过 检查也好 观察也好 依据什么样的因素 来确定这些程序的 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呢 我们是多查一点 还是少查一点呢 我们是宽松一点 还是紧张一些呢 考虑什么因素 有三项 一项 相关领域的重大组报风险 那这个是要考虑的 风险越高 我们要越谨慎 我们要多去查一些 B选项 说对内部审计工作 总体的评价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内部审计工作 总体评估结果更好一些 更具备专业设计能力 更客观 更有组织地位 那同等条件下 在这样的情况 我做审计程序的时候 我可以相对来说 范围减小一些 C选项 对你利用的 内部审计工作的评价 这是一个特定的领域 如果说你对这样一个 特定的领域 比如说就 我们精确到一个 对相关的付款循环 其中的授权审批付款 这样一个内控 如果说被审单位的内审人员 对这个特定工作 我们评价下来发现 是技术精通的 经过培训的 有充分的证据 得到恰当结论 而且例外是想得到解决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进行测试的时候 那个审计程序 就可以相对来说 少一些 所以这道题目 考虑的因素 ABC 那当然你是正向的记下来 那你直接就能选择 反向的呢 刚才我给你推理过 为什么每个选项 它都会影响到 我们的审计程序 第一选项 是否需要在审计报告中 提及内审的工作 我们说过 要独立承担责任 而不能在报告中 去将责任进行转嫁 所以咱应该选择的是 A B 和C 三个选项 讲到这里呢 我们有关于教材 第15章的第一节 我就为大家介绍完了 那接下来 我们来做一下脉络的梳理 这一节我们为大家介绍的问题呢 其实本质上主要有两个 那第一个问题是 了解内审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如何去利用 内部审计的工作 本质上有非常清晰的 决策流程 这个是学习本节 至关重要的一个内容 首先我们先来说 我们要去了解内审 我们要知道这个内审 什么叫内审 承担怎样的职责 在第七章 了解被审计单位 及其环境的时候 我们说过 对于内审而言 它是对控制的监督 所以它体现为 控制五要素当中的 最后一项 而且它是定期的评价 所以这个要和第七章相互联络 此外内审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说你知道了内审的职责 知道它的目标 知道了它的工作 有可能和注册会计师 在某些地方是相似的 用的方法 可能也是大体相同的 因此它的工作 能够为我所用 能够提高审计效率 但接下来你要明确 我们双方之间的责任 在责任这里 你必须要明确的是 注册会计师 要去承担的是独立的责任 这种责任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我们要做出 独立的重大事项判断 另外一个方面 独立的发表审计意见 那因此 我们能不能去提及内审的工作呢 你注意这是行不通的 而判断的时候 你要明确 何为重大的事项 比如说 在前面告诉过大家 重要性水平的确定 风险评估等等 在这里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点 所以这是了解的内审 以及内审的相关责任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 如何去利用内审工作 好 其中的第一步 我们要确定的是 内审 他的工作 我们是否能够利用 能否帮助我们去实现审计目的 在这里我们需要评价的因素 一共有四项 这四项 大家必须要把它精准的记下来 好 其中的第一项 是客观性 客观性 大家必须要知道 影响其的因素有哪些 比如组织地位 比如说人事的决策 是否承担了相互冲动的职责等等 要能够做辨析 第二个 是专业胜任能力 对于专业胜任能力 影响它的主要是培训的相关因素 第三个 除去专业胜任能力以外 我们还要关注 有没有应有的职业关注 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应有的职业关注强调监督指导复合 强调审计手册 内控方法和方案 第四个 双方之间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 那沟通强调的是 友好会谈以及互帮互助 好 这四项是是否利用的问题 接下来 我们要去看 它的工作 对我们产生怎样的预期影响 在这里 有三项因素 那其中第一项 内审人员你执行的和已经执行的工作的性质和范围 也就是说他做了什么 我们必须要知道 他做了什么 我知道之后 我才知道他对我的影响有多少 第二个 针对于特定的 我们所谓的认定 重大粗暴风险的评估结果如何 第三项 内部审计人员相应的主观程度 所以这个我们是谈论的 他对我的影响 那接下来 如果说我们决定要利用他的工作 我们要去评价内审的特定工作 所以在这里其实看得到了 前面评价的是一个大的整体的宏观的内审职责 那后面我们要评价的是内审的特定工作 现在我首先要说怎么去评价 你首先要明确的是 评价时是有程序的 这个程序我给大家介绍了三项 我可以去检查类似的项目 我可以去检查他们已经检查过的项目 我可以去观察他的工作 这告诉大家的理念就是 你非常重要的是 他的工作不能拿来就用 你要想用 你要对他的工作执行一定的程序 当然很多同学会觉得有些困惑 说那既然这样 我干脆就不用了 我都自己做得了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要抽50个样本 内审实际上都已经抽了50个 那一种情况是 你就是去抽50个 自己亲力亲为 当然他做过的我不管 反正我独立执行工作 那这种情况你就知道 耗费的时间效率 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另外一种呢 我确实用他这50个 但是我能拿来就用吗 显然不行 我要对他的工作进行评价 那如何评价呢 我可能从中抽取一些 比如说他测了50个 他测的这50个里面 我抽取一些 比如抽十几个 出来进行检查 他没有检查过的 我可能抽五六个 我来进行检查 那加起来可能不至于 我再去重新抽50个 所以总体来说 对我的效率 还是能够得到提高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这个程序 什么时候多做 什么时候少做 换言之 怎么做 所谓性质 什么时候做 所谓时间 做多少 所谓的范围 影响因素有几项呢 在这告诉大家说 影响这些程序的因素 一共有三项 那首先 重大错报风险 再者 对内部审计的评估 其次 对内部审计特定工作的评价 所以你看 一个评估的是整体的 一个评估的又是局部的特定工作 那接下来 如何对基金评价呢 评价几个方面呢 我们说过 在评价的时候 评价五个方面 那这五个方面 那比如说 做这个工作的人 是否经过了充分的技术培训 那再比如说 有没有人监督指导复合他 他的证据如何 他的结论怎么样 例外事项 有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在这儿 大概的一个逻辑思维是 第一点 程序 是我怎么去评价你 第二点 评价什么呢 评价这五个方面 我评价你的时候 我做的程序 我的工作多做点少做点呢 三项因素 所以在这里面 逻辑思维是非常缜密的 如果你说这一节 我上来就把这些考虑因素 全都背一遍 完全不管决策的流程 你越背越糊涂 所以有句话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说一个人 如果没有清晰的条理 那么他学的东西越多 他的脑海当中 就会越来越困惑不解 所以东西 你必须要做整合做归纳 这是在开篇 我就给大家说的 我说这一章不难 考虑素确实挺多 但是整体上难度不大 确实比较细比较碎 但是大家要做的是 必须理出一个主要的脉络来 你要知道 每一步究竟都在做什么 我最后再来重复一遍 第一步 是否利用 那整体上这是一个大的前提 如果说内审都不客观 不专业 没有职业关注 不能有效沟通 那后面的问题 我们不用再谈了 那接下来 如果他确实能够利用 他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神迹目的 他做了什么 我必须要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做的事 会对我做的事产生影响 有些地方他根本没做 那更何谈利用 有些地方他做了 他做的如何 我能用多少 那这个我要考虑 他对我的预期影响 接下来 那这些工作 他就摆在我的面前 这是内审的工作底稿 我能直接放到 我的工作底稿里吗 显然不行 不能拿来主意 那怎么办 我要对他做的工作 执行一定的评价程序 这叫特定工作的评价 怎么评价呢 三项程序 评价什么呢 五个方面 程序做多还是做少呢 三项因素 所以呢 逻辑思维 必须要梳理的非常清晰 然后脉络要非常具有条理 好 讲到这里 我就把利用内部审计的工作 给大家介绍完了 这一节的内容应该在考试当中 主要会考核您 单选或者多选题 考点呢 也比较明确 大家要借助历年真题 在讲义当中所收录的部分 进行综合掌握 以提代点的方式 在理清脉络的前提下 不断的强化 与这一节相关的知识点 好 各位同学 大家学习辛苦了 那我们本讲就先到此结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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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